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全都要 我们全队的每一个进球都是获胜道路上的基石 是这每一块基石 扑就那最终的胜利 每一个 我都喜欢 一个都不能少 姚明在比赛的过程中曾多次亲自为男篮队员指导 谈到姚主席的耳语内容时 周琦笑言 主席说 安排完了 晚上吃肉 被网友问及平时的训练有多辛苦时 周琦坦言 训练如果不辛苦 就不会有真正收获 平时每天累够呛 比赛时才能见效 吃的话 牛排沙拉还有坚果 还有就是要按照营养师的要求喝蛋白粉 饮食和训练一样 不是一蹴而就 要日积月累养成习惯 这就是我们运动员的生活 本届亚运会上周期多项数据 都排名全队第一 被问及对中国男篮的未来有什么期待时 周琦表示未来一定会更好 感恩姚主席 教练和队友的信任 感谢兄弟们分享球权 我们的队伍是整体开花 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年轻 却跪在团结 我们会继续奋斗 带着亚运会的荣誉 带着你们的期许 中国男篮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本届亚运会上 周期在场均24.9分钟的出场时间内 可以贡献15.6分 9.8篮板四次盖帽 其中三分球命中率 高达58.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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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